大家好,歡迎收看賽事豹馬仔 我是你的豹馬仔雨喬 本節目會幫大家收集最完整的馬拉松及鐵人賽資訊 還有海外關注非常高的海外馬拉松 讓大家不要錯過任何重要的賽事喔 第一場賽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礁溪溫泉馬拉松 賽事的時間是在12月2號 報名的時間到8月20日 礁溪馬拉松堪稱獎項最豐富的溫暖賽事 這場最大的特色就是 除了賽事的基本獎項之外 還有增設了全馬爬坡王 以及半馬衝刺王等賽事特有的獎項 全馬爬坡王為活動當天指定補給區的區間男女第一名 半馬衝刺王為指定補給在至終點區間取男女的第一名 另外今年賽道增加了許多平面的道路 希望這樣的設計能夠讓更多的出街跑者們有意願來參與 完成之後還可以搭乘免費的接駁 一同到湯圍溫泉公園去享受復古的時尚日式老派溫泉 把嬌西的文化推廣出去喔 這場賽事的完賽裡也非常的可愛 看到小小的抱枕以及完賽的毛巾的樣式 都讓我想要去報名這場賽事了啦 第二場賽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新屋與米之鄉馬拉松 賽事的時間是在9月17日 這場賽事報名的截止到6月30日 這場後稱北部田中馬的新屋馬 最大的特色就是補給真的超級豐盛 各補給上還提供了很多鵝肉以及客家湯圓還有新屋的特色美食 湘京也是踴躍的投入加油團行列 展現熱情又好客的人情味 路線上的安排還能夠跑到 關西藻礁生態以及新屋百年食戶等生態景點 還會跑到新屋最知名的永安浴港 這還會讓我想到在國中時 還會從國中跑過去那邊特別訓練喔 那想要體驗這豐富的補給 歡迎來參加這場賽事吧 最後一場海外馬拉松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阿姆斯特丹馬拉松 此賽事成為2020年白金標賽事 也是荷蘭第一個榮獲此殊榮的馬拉松比賽 讓朋友們除了六大馬賽事之外 又有多了一個新的選擇啦 賽道上除了能夠欣賞到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以及馮德爾公園等著名景點 沿途還能夠見到各種特色的莊園 以及荷蘭的大風車 阿姆斯特丹馬拉松路線 賽道平躺快速幾乎沒有什麼坡道 讓大家能夠再綿綿不絕的加油聲創造屁屁 快去參加這場賽事吧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三場賽事 想要知道更多的朋友 歡迎到筆記網站上報名查詢 那賽事棒馬仔 我們下週四晚上七點準時收看 最近最近太累了 不說了 掰 不要阿姨 Documentedt啊 創造 Bare在一起 Int comple 创新损友